大家好,我是李小森,这里是南京,我身后呢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的遗址处了 这里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陈列馆 现在呢,小森带着大家一起去重温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让我们勿忘国耻,一起去重温一下那段悲惨的历史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藏地纪念碑 这就是以前的万人坑了 以前日本人把我们中国人民杀害之后 全部埋在这个地方 这个纪念馆里面还保留着很多遇难同胞的残骸,尸骨 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啊 这几棵枯树枝呢也是当年留下来的枯树枝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五台山,藏地纪念碑 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且很珍贵的历史照片 人落人的现象 尸体全部都落在一起,人落着人 这是当时日军占领南京的这个示意图 这也是当时他们真实的手绘地图了 日军一路从嘉兴,占领到长州 占领到江英,占领到吴国 这是当时支那事变的画报 1937年12月2日日军占领丹阳 所谓日军进入丹阳扫道的画面 空袭毁了王文玉一家 王文玉家住南京平市街 1937年9月19日上午日急轰驾南军 她家当时有五进房子,被炸毁了三进 她叔叔婶婶和唐妹被炸死 妹妹王美玉,腿被炸断 她家邻居一家四口,全部被炸死 吴秀兰驾住南京中华门 西干长街 三架日军飞机在中华门一带上空投蛋 当时她领着六岁大的女儿 抱着购买周岁的小女儿 行走在秦淮河边 她的两个女儿不幸被炸死 她本人左腿被炸断 右腿被炸伤 这是吴秀兰的脚印 89岁的时候 这个是大轰炸幸存者 曹志琳手术时左腿内部取出的肺骨 南京城市防空 乐与秦如生人 这是我们中国的防空人 在广西安徽索菲人 中国空军 她驾机在南京青龙山空中 飞飞机日军的时候 因油箱中弹起火 不幸醉机殉国 是苏联援助我国的这个 飞行员 这里就是还原 南京当时被炸完的一个情景 南京街道的这种小巷子 被炸毁完了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还惨烈啊 我感觉仿佛好像回到了那个时空一样 这些是中国守军使用的木饼手榴弹 这些都是我国的军事力量 中国守军撤退时的钢盔 炸成这样子 这都是我国的枪击残骸 这些都是日军的军事力量 都是在南京三步两桥附近出土的 日军炮弹残骸 日军九七式守雷 这个军事力量一对比感觉 果然是不一样的 这是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市的一个仪式 日军这个时候已经占领了南京 1937年12月14日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 继续行日军攻占南京加奖仪式 宣定天皇加奖礼 1937年12月12日 战局队守军已十分不利 下午 唐生智奉命下达撤退令 由于通讯不畅及指挥失措等原因 造成撤退混乱 除少数部队成功图为外 大量官兵困于城内外 13日日军相继占领中山门 中华门 光华门 水溪门 太平门等主要城门 現在我们 divide 南京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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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